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冷冷的天来上一碗蟹黄粥 再温暖不过了 台中的中青路上 有一家热炒店 这家热炒店的人气王 升滚蟹黄粥 老板说他只用活的沙姆来煮粥 用洋葱和咸蛋黄爆出香气 再和白粥一起熬煮 做食材要够新鲜 熬粥的时间和火候 都必须要掌握得很精准 煮出来的升滚蟹黄粥 看得到饱满的蟹黄 香气非常浓郁 店里还有波士顿龙虾海鲜锅 虾肉鲜甜又Q弹 吃起来相当过瘾 我算是这里的常客 这边的价格实惠菜又很好吃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非常难定 因为客人非常的多 台中的这家平价热炒店 气氛好热闹 每到了周末总是一味难求 因为这里不只吃气氛 还能吃得新鲜又饱足 招牌的升滚蟹黄粥 老板着剑巴 只选用活的沙姆 口感才会鲜嫩 我们会看它的宅 就像说就像人的屁股一样 屁股越丰满 它本来越有肉越有蛋 不然就是摸它的脚 它的脚如果就是比较顶心 它就变成说它变得比较饱满 塞用剪刀把它剪掉 我们都会用刷子把它刷干净 不要说里面还有什么沙子 洋葱和咸蛋黄爆香 串出阵阵的香气 再加入沙姆一起爆炒 料理周品看似简单 但是逐渐发说 加进了白粥熬煮的每分每秒 都会影响口感 你煮得太久 过手的话 反而肉质它的鲜嫩度会降低 会变成柴 可能就是多煮个一分钟 跟刚好的时间 那个蛋它的柴度又差 深滚蟹黄粥一上桌 马上夺人目光 一整只的沙姆霸气逼人 扎实的蟹肉 还能看到饱满的蟹黄 摇起粥来 洋溢着咸蛋黄的香气 入口绵密细致 我觉得它的蟹黄粥很浓郁 只是它的蟹黄不会说很稀 整体吃起来我就觉得 它就是一个很新鲜 然后很浓郁 然后它的肉也很饱满 只给客人最新鲜 活跳跳的波士顿龙虾 不用多加调味 做成火锅最能尝出鲜甜 波士龙虾本身它是深海的东西 就是把它的腮去掉就好了 洗干净就好了 这里的火锅口味 不是一般的昆布高汤 而是融入了咸蛋黄 还有奶水 热腾腾的波士顿龙虾海鲜锅 燕红的波士顿龙虾光看就令人垂涎 龙虾肉大块又Q弹 口感还得有一点点的咬劲 淡淡的奶香汤头 不会抢走海鲜的清甜滋味 我觉得每次这样吃一吃 然后打包这锅回家又很划算 因为它们这锅真的很好吃 就很好喝 跟一般的那种外面海鲜锅不太一样 学台菜海鲜出身的老板 想自己创业开店 于是他找了会做其他菜系的厨师朋友 一起开餐厅 让菜色更丰富更多样 只是创业初期 生意却不如预期 因为毕竟是一个团队 既然我们都是自己都是厨师 如果说了钱的话 挺多大家都没有领心水 共同熬过艰难的时刻 靠着不同菜系的组合 料理别出心裁 生意慢慢的油亏转盈 不论是台菜 粤菜或是泰式料理 都能变出新花样 就像这道避风堂佛前手 把猪脚变成了港式风味 之前有我们是有想过说 有在卖避风堂炒蟹 然后变成说这个玉莫桃的味道 跟猪脚融合在一起 口味上还不错 然后蛮下酒的 卤过的猪脚下锅油炸 油温得掌握在180度 因为下去卤 所以它有油加水 所以你下去炸的时候 是要把它油跟水 把它分离 所以说变成说把一些肥油 都炸出来了 所以说吃起来不会腻 撒上炒过的豆酥还有蒜酥 避风堂佛前手就能够喷香上桌 单吃猪脚外皮 酥脆中带有Q度 不会太油 肉质入口扎实 带有一点嫩筋 不会干涩 老板说川塘中卷 控制在八分熟才能锁住甜度 就是不能全熟啦 起锅之后 它本身还有一点热度 它的热度会让它 就是说让它本身 就是整只会变熟透 太熟的话它的甜味就不见了 不同市面上的五味蒸酱 逐渐发突发奇想 加入洋葱还有红咖喱拌炒 再加上南水 做成南洋风味的酱料 淋在中卷上头 散发诱人的香气 南洋罗勒中卷 有罗勒叶的点缀 搏上酱色的中卷 依旧饱有脆度 口味略带辛辣 吃起来相当开胃 吃着吃它的这个中卷 非常的新鲜 气皮质很高 而且物超所值 软式的法国面包 在拙见发手里 也能够蹦出新的火花 放上满满的生菜丝 增加脆度 挤上沙拉酱 再加进龙虾沙拉提升鲜度 最后摆满了起司 就能够送进烤炉 以芥末点缀的焗烤地中海软发 面包外皮烤到了维酥 内馅层次丰富 有着蔬菜的清脆 还有沙拉的滑顺 吃起来一点也不腻口 有那个海洋的味道 龙虾很新鲜 厨师的部分外皮很酥脆 里面很软嫩 口感搭配得不错 从厨师晋升为老板 逐渐发坦言 一开始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客人 真的很不习惯 但是只要听到客人的赞美 就感到十分欣慰 他说他吃完了之后 他觉得说 他下次还会回流 还会再来 所以他给我们鼓励说 你们要坚持下去 这样的坚持 也让他在台中西区 短短两年就拥有两家店 他说他不会停留在原地 要持续地发挥所学 开发新菜色 让客人每一次到访 都能够尝到惊喜和美味